书接上个视频 粉丝群里的老司机送了我这个雷电口的磁盘阵列盒 但是他把硬盘留下了 所以我又买了两块西数的企业级的机械硬盘 一块16T 因为图便宜 买的是矿盘 拿到之后先扫一下 没有问题 比官方的正价便宜了一半 没问题 安全了 上螺丝 通电阻锐的 因为这个阵列盒本身是支持当做普通硬盘盒来直接使用的 所以接上电脑之后 直接识别出了里面的两块硬盘 使用这个阵列盒官方的软件组一个锐的 选择锐的模式 锐的零 就是两个硬盘的容量绑在一起 速度翻倍 但是安全性没有提升 跟使用普通硬盘的安全性是一样的 锐的一 两块盘互相做备份 速度跟单盘的速度一致 但是安全性很高 最后一项就是普通的当做两块单盘来使用 只不过虚拟的组成了一个分区而已 安全性和速度都没有提升 我只是来放教学素材 没有什么生产要求 所以组个锐的零 速度快就可以了 组好之后 在硬盘上和阵列的管理软件里面 都已经能看到容量是32T 状态正常 然后在硬盘上给它做一个分区 抹掉 起个名字 分区格式 选择支持新系统支持最好的APFS 使用前先测个速 虽然是雷电3的接口 但是只是两盘位的硬盘帧列 机械硬盘单盘只能跑到两三百的速度 两块硬盘速度就算是加倍也只能跑到五百多兆 这个速度是正常的 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打开达分期 开始批量的转剪辑素材吧 咱们晚上直播间见